根据报道,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行动已在全州收集了超过80万个签名 资料显示,这项请愿活动将需要至少149.5万个签名 在2018年州长投票总数的12%已推进至下一阶段 加州环球报报道指出,自9月开始,纽森的民调大幅下跌 10月份时,其支持率只有64% 有分析预估,本周的支持率可能会跌到50%左右 事实上,自疫情爆发以来 纽森应对中共病毒的措施屡屡遭人诟病 纽森还一度下令在12月21日之前实施全州宵禁 继宵禁令后,12月3日,纽森又宣布一项全面的新居家防疫禁令 酒吧、法郎等商家面临再次被强制关闭的命运 引发民间抵制 不少企业主表示,加州政府未对企业失以援手 却反复关闭企业,让企业和员工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而所谓的防疫令就是一个限制企业发展的恶令 资料显示,在纽森上任后两年来 已经面临多达5次的罢免行动 而2020年的罢免行动 还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收集签名 以最终将罢免案放上加州的公投日程 早前,有媒体报导指出 州长办公室渐渐赶到该罢免行动的威胁 如果该行动获得大笔资金支持 将影响纽森2021年的竞雄活动 新唐人记者王自义洛杉矶报导